其实如果你们去参加考试的话 他会给你一个404的这个里面的图形说明 比如说包含图形 这个图表应该长什么样子 X 轴给什么名称 Y 轴给什么名称 字的大小等等都有相关交代 还有宽度多少 并且告诉你这个图长什么样子 这个就是考试给你的 然后到时候他会给你什么 给你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基本上就填空题 有没有就是绿色里面的东西 基本上真的我 你如果刚刚做完 大概你都会填的进去了 只要不要填错就好 比如说什么这个什么 df 等于什么呢 p 不是 应该是 pd 吧 有没有 pd 点什么 在这边还有跟你讲说 read 的点是 所以 read 的点是放进来就可以 pd 点有没有 那你可能要把它记下来 pd 点有没有 read 底线 csv 有没有还记得吧 OK 有没有 read 的底线 csv 就进来了 OK 这边就拿分了 再来的话这边就是什么 index 等于什么 range 这边就是0到多少 25 间隔5 OK 所以这个刚 间距就是那个间距 间距这边其实也有 有没有 这边也有 所以你把这个间距填上去比较好 到时候也有 然后 bar 里面要放什么 放index 放那个 range count 然后最后的话放什么 再放一个宽度 宽度这边也有 叫 width 等于2就可以了 怎么样 宽度等于2 那这个就OK了 其他的话就分别把 xo 名称放上去 这个里面也有 xo 叫这个名称 y 轴叫这个名称 total 叫这个名称 字大小这边都有 所以你就分别把它填上去 最后的话 输出图片就是那个什么 save feature 那名称的话这边其实也有 其实就是叫你把它存成这个 这个档名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OK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考试 如果你把那个绿色的东西填上去 记熟 这考试好像也没那么困难 不过你当然相对 你还是要对那个里面 到底填什么的架构 要很清楚 OK 所以这个基本上考试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最后就是要来讲一题有关那个 就是职方图 跟那个散布图 那里面的资料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要怎么做 把它秀一下 再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秀出来就长这样 不过我好像改过 这边的话应该是1000 因为呢 这边它是用num part 里面的random 不是用我们之前的那个input 那个random 这个random是等级比较高 而且乱数的分布的情况又会更 就不会像random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它可能 而且这边它有一个种子 它可以set它的seed 你可以让它的这个取样的变化更大 OK 里面当然有好几种变化的方式 那至于这个细节 请各位就是再稍微了解一下 那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产生1000个之后的话 画出那个职方图跟散布图 职方图散布图 而且是两张图 当然未来 这些样本sample 你不一定要用乱数取得 而是你真的可以去取 比如说某一些资料来源 那只是说因为我们为了要方便的起见 所以这边的话 有一个那个sample1跟sample2 的那个资料来源 那这两个的话 当然我们要怎么样利用sample1 所以说首先的话 sample1的来源 这两个其实都是利用那个 numpa这个random的方法 里面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normal 一般的 一个是standard 这两种方式帮我产生什么 产生我需要的资料 并且把图画出来 我是底下先注解一下 那总共它会产生1000个资料 所以这个有点资料非常的大 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它print给各位看一下 里面的话 它就会帮我 在指定的范围之内 帮我产生这些值 OK 所以你会发现第一个 这个normal 细节部分 你们可以看那个numpa的相关说明 它基础就一 变数就是说 在0.5之间 帮我做一些乱数的变化 总共产生1000个 另外的话standard 可能就在某个区间里面 帮我产生另外也是1000个的一个变化值 我把它print出来 总共1000个 那利用这1000个词做什么呢 等于是我们就一个乱数的一个串列 OK 两个串 一个sample1 一个sample2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一样 因为这两个图 所以我的建议跟前一题一样 就是你要先做出第一个 再做第二个 那最后怎么样 再把它加到什么 加到我们的那个指图里面 指图我刚刚讲过 就是有一个sub 这个plus 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就是 如果我今天需要画出两张 两张的话 基本上就是 左边跟右边好了 所以基本上 你应该怎么叙述呢 这个应该还记得吧 这个框框 所以有点像 先画一个表格 然后它两个刚好是横向的 就一列 左右两个的话呢 那就是第一栏 第二栏 所以基本上 我们的数字应该给多少 开头一嘛 后面给二 就是一到点二 就是意思说 我要画这个指图 总共有一列 两栏 然后再来决定说 谁放哪里 这个是放一 这个是放二 所以呢 我基本上 把这个指图怎么样 给它一个这个sub 这个plus 然后呢 一二 后面这个是放第一个 这个放第二个 接下来的话呢 把刚刚的资料 如果要放直方图的话 就是什么 就叫做Hist Hist Hist 这个神怎么解释的 History 还是什么 可能直方图 History 这个字 OK Hist 那再来的话呢 把相关的资料给他 他就帮我 另外这边有相关的设定 比如说这个α 就是透明度 你也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其他的话 还有就是那个散布图 你就最后把相关的资料也给他 最后就把它直接输出来 所以这一题 基本上 应该不复杂 主要也是左边右边 然后你把资料给塞进来 所以这一题我想 请各位试一下 不过这一题 最后结果我看到好像 因为我这边有改动 应该他最后应该是要看到 是长什么 长这样子 他不是 他不是左边右边 而是上面那边比较小 然后右边这边比较大 所以特别注意我改了什么 其实基本上应该怎么改 这一个没有 这个应该是放 他应该是这样变两列 没有 所以他应该是什么 这边要变成 这个应该是一二 这个要变二 然后这边一二 这边要二 所以这个应该是二二一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二二一 那这一个的话呢 就是也是一二 二对一二二 OK那基本上当然只要改什么 改那个 如果他改回来的话 应该就改这个 就是第一个直方图 前面就输入二就可以了 二两列 有没有 然后两栏的第一个 OK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画多个图的话 就是利用同样的概念 可以画四张 可以画八张 可以画很多张 你可以全部把它铺满都没有关系 所以其实这个方法还蛮方便的 画出来就在这里 OK 所以请各位试着把这个 第405题的部分 再练习过 另外如果说你Sample1 Sample2 假如说你不要用那个乱数取得 当然你可能要有个来源 大概有一千笔的资料 好 让他放进来之后 让他跑这个结果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应该跟那个R里面用到的 蛮类似的 所以如果R那边如果有CSV档 那或许你也可以把CSV档直接读进来 在Python里面乱乱看 OK 其实有些东西还蛮像的 同学常会问我说到底R跟Python 到底谁这个部分能不能做 其实两边如果都能做你就学一个比较精的吧 OK 有的时候其实当然知道一下工具的特性 如果说你看哪一边你比较常用 好 或许将来就用哪个方式去呈现 当然也OK 好 那405部分呢 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如果做完之后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来看一下就是那个第七个章节 另外就是说像这些图 或许你也可以把我们刚刚的什么 刚刚那个就是台北市的那个住宅窃盗案件的那个资料 如果我今天希望请各位帮我画那个图的话 比如说请你把什么把刚刚这个区的图画一张 路的图画一张 时间画一张 时跟区画一张 总共四张 放在一起的话 怎么做 这个可以试试看 反正第一个 先把这个档案读进来 好 然后呢统计什么 那看哪一栏嘛 不过你可能还是要先把区跟路先变出来 或许如果你不会你现在 在Excel先把它变出来再未给Python去弄也是OK的 那你当然这个地方 可能用什么 用Pandas可能会比较 因为它Excel档 所以如果你直接读取 用Pandas 读取Excel档 然后处理完 把那个图画出来 这样会当然会相对更好 但是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去开启外部的一些相关的档案 那这个我待会呢会用那个 你们可以参考第七个单元 这边的话我有提到就是用那个 叫做Data Frame Data Frame的这个东西 帮我们做一些快速的操作跟分析资料 然后可以读取一些不同资料来源 也许就CSV 也许是常用一次Excel 或者是像那个Jackson 或者是HTML 其实它都可以读取 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XML XML XML可能 等看一下 我记得好像就没有看到它能够读取 如果没有办法用这个读取 那当然你可能要想 我们之前有用过的其他方法 假设你有需要读取的话 那怎么样去利用那个Pandas开档 那做后续处理 那待会我们再来补充说明一下 咱们来看看 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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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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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